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水来了 水来了 我再问一遍 这是谁的孩子 我 我 好 吴老爷 小的罪该万死 这孩子确实是我的 事已至此 小的任凭吴老爷发怒 我 我 所以说我是个下人 我却是真心喜欢小姐 开始 我到梅龙镇去找小姐 是为了救我家少爷 后来 我到了梅龙镇 见到有人在追杀小姐 而且 我亲眼见到有人一刀将小姐刺进了河里 是我救起了小姐 跑到京城 躲了起来 后来 后来我们就 我们是想等事情过去以后 再去找您 说明真相 吴老爷 您放了这孩子吧 小的要杀要剐 您看着办 可是这孩子 他没罪啊 你 你祖上收饭 我这当爹的 还能说什么呢 耿天红 你祖上鸡打得 既然走到了这一步 我就成全你们 好 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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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去 就给你们操办婚事 必须张灯结彩 大白烟熄 再请个古业般的 垂垂打打 热热闹闹的 吴老爷 我们俩 我们俩都已经这样了 再操办也没啥意思 这没女说话的份 我女儿这辈子就这一回出嫁 必须大操大办 非办不可 醒了 醒了 还真醒了 墨也可以当药 这小子还真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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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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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来吧 什么啊 听说你有一块可以治病的墨 对 大人那是小人 坐上船下来的 听说你是治墨世家 那块墨是你们家治的 是 那好 反正你也离不开这儿了 你呢 也没什么后代可传 你那块传家宝啊 就有本官替你保管了 药末已经用完了 用完了 你叫不叫 真的用完了 你叫不叫 叫不叫 真的用完了 真的用完了 来 给我绑在外边的柱子下 是 我倒是要看看你能挺多久 走 再来 你能有没有 放进去 把我背责的 小伙子 有些什么 要不说 进来吧 彪通大人 是你啊 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 大人 我想给您说说 静开文的事 你要来求情 就赶快给我滚出去 你也不照着 就你这个连猪狗都不如的老东西 也敢来求情啊 不是不是 您误会了 那你要说什么 我是想替您那 去劝说劝说静开文 让他把墨 献给彪通大人 好 算你吃食物 去吧 去劝劝他 去劝劝他 兄弟 先想 还活着吗 反正我是无法 活着离开这里了 我都不知道这儿死了多少人了 可我这一死 我 我进家的冤屈 就再也无法昭雪了 北哥到这儿来的人 都说自己有冤屈 我已记不清楚 有多少人 给我说过他们的冤屈了 也不在乎 我多听你一个的了 你有什么冤屈 说来听听吧 这就说来话长了 不行啊 你爹派了很多人 守在外边 不许我出去 咱们想走 怕是走不成了 你爹派小话了 他怀疑咱俩的关系 非逼着我 打张旗鼓地娶你 这可怎么办呢 行了行了 那你有什么打 打算哪 我本来打算 无论如何我都要 活着离开这里 一定要报仇 但是现在看来 我进家的园区 永无着雪之日了 那要看你是不是 真这么想的了 只要你想洗园 总还是有办法的 你有何指教 指教说不上 只有几句劝告 你爱听就听 不爱听 就当我什么也没说 你说吧 我劝你把墨交给彪统 这不可能 先别急着怎么说 你有没有想过 这块墨 现在对你有什么用 如果你死在这里 这块墨 对你还有意义吗 你的意思是 你有没有想过 虽然你已经在 凝固塔服刑 但是你的仇家 会放过你吗 我的经验告诉我 他们一定还会派人来 斩草除根的 所以我劝你把宝贝墨 献给彪统啊 起码来说还有两个好处 第一 你不至于马上 就被冻死在原门 第二 你还可以用墨和彪统 谈一个条件 让他给你 吹一个死亡点文 这样你的仇家 就会以为你已经死了 这样你才会真正安全 也才会有机会 活着离开这里 并且洗冤着雪 说得对 你的话 典型了我这梦中人哪 记住 复仇是聪明人的游戏 而活下去 才是你复仇的第一步 那我的朋友家人呢 哎呀 一个死人哪里还有朋友家人呢 一个人想活下去都不容易 何况是一个死人呢 谢谢你 我记住了 这就好 你说你要早食食物的话 何必遭这罪呢 希望大人不要忘了 对小人的承诺 放心 不就是死亡点文吗 我这就给你办 来 来来来 哎呀 好墨 嗯 好墨 谢谢大人 甭客气了 哎 我就说嘛 你只要交出这块宝贝墨 哎 你想此想活 那就是一句话的事 啊 去吧去吧 哎 哎 哎 大人 嗯 我来看望一个人 谁啊 呃 他叫靳开文 前些日子刚到的 你找靳开文 哎 嗯 不瞧 前两天死了 死了 嗯 这这怎么可能啊 嗯 就是什么不可能的 啊 在我们这儿啊 一天要不死了他呢 那才叫奇怪呢 那 那他怎么死的 被狼吃了 被狼吃了 嗯 哦 他留下什么东西没有 东西 什么也没有 嗯 嗯 那大人就慢吃吧 嗯 嗯 格格 吴志鹏给您送请柬来了 他找我 找我什么事啊 不知道 您还是自己看吧 是有喜事吗 你说对了 是件大喜事 吴志鹏的女儿乌梅 要出嫁了 吴小姐 她嫁给谁啊 总不会是靳开文吧 哼 是耿天宏 耿天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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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靳开文的刀施吗 他怎么能 这件事情确实有点蹊跷 他们什么时候办婚礼啊 就在今天晚上 洛霞 我们现在就去乌梅家 把事情弄清楚 嗯 好 哎 哎 刘旺 你回来了 哎 回来啊 哥哥 你见到金公子了吗 把东西给他了吗 他怎么样啊 东西都拿回来了 为什么 他不收吗 我没见到金公子 怎么会呢 小的带人千辛万苦 找到了凝固塔 那儿冰天雪地的 好不容易找到了 靳开文被流放的营地 那个营地的标筒说 说金公子他 他 他怎么了 快说呀 他病死了 这 你再跟我说一遍 给我说清楚吧 那彪捅说 金公子病死了 那尸体扔到山上 都被狼吃掉了 你去找了没有 后来小的 带人去山上找 那座山就是扔囚徒 尸体的地方 尸体一扔到山上 就被狼吃掉了 真的 满山遍野都是尸骨 小的也不知道哪句 是金公子的 小姐 你们干什么 干什么这是 只要大人替我们老爷 把净开文弄死 我们老爷还有重心 好说 我查查 得看那个营的 让他们那 那标筒 咔嚓 那就完了 金开文他死了 死了 啊 这么巧 这些 这我们这 这这一天要 他不死个俩仨的 那那他巧呢 是吧 怎么死的 这个是那个那个 这个 这这这 禀报说啊 上那个里里里 伐木去了 遇上狼群了 那一批犯人的 就全死了 这有此事 啊 这这这这这这 这这这绝对没错 我们这这这一天死了 那么多人 对吧 我得亲自去看见啊 这这这这这 这这绝对不会错 我看看 你不会记错吧 这这没没错啊 哎 这我们这啊 一天死死几个人 正正正正 哎 这这要死那么多人呢 我我得亲自看见 是吧 怎么能错呢 好 好 那谢谢了 嘿嘿嘿 这个这以后要宰谁啊 这就来来来来 来封信就行了啊 不必跑过来 嘿嘿嘿 嘿嘿 好 这回 我倒要看那耿天虹 是不是在跟我演戏 嘿嘿 他要真是演戏呢 我就得假戏真做了 他要不是演戏呢 我就给他通通快快的 拜起事 对 这样的话 李子又归宿了 我也就放心了 哎 格格怎么没来啊 格格本来是要来的 可是出门的时候 得到了静公子的死讯 就没有心情了 什么 你说什么 我家少爷他死了 格格也是刚得到的消息 王府的家人流亡 去宁公塔看望静公子 可是没有见到人 听那儿的彪筒说 静公子病死了 死后 还给喂了狼 连一块骨头都没有找到 不会 不会 我不信 我家少爷不会死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家少爷是不会死的 好 为了保住这个孩子 你们俩今天必须成亲 是啊 吴志鹏会起义心的 但这孩子恐怕就保不住了 可 既然没有办法逃走 又没办法抵抗 那只能顺从他了 吴小姐是我家少爷的 天红 你家少爷已经不在人世了 你不要如此顾虑 再说你家少爷在九泉之下 也不会责怪你的 他反而会感到欣慰 好了 别再犹豫了 赶紧决定吧 那就 看小姐的意思吧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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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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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了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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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为什么呀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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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你醒醒啊 小姐 小姐 快醒醒啊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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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何苦来呀你啊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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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听你网说了 这只能怪他命不好啊 你就不要责备自己了 丫头 你还年轻 要开始自己新的生活 那蓝不错 你就跟了他吧 一切就把他命不好 摸出茧子就好了 没想到我也有这么一天 福国无门 为人所赵 只有想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 在这儿怨天游人 屁又没有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你要忘了自己是个人 就不会有痛苦了 不是人是什么 是畜生 我能在这儿活到今天呢 就是因为把自己当成了畜生 我做不到 你要想活着出去 就必须这样 你说我能活着出去 今天 我们要是不能把沟挖到对面山头 我们就别想活过今晚 标筒说要挖到那儿 就一池也不能少 可是这可能吗 办不到 你站在这儿不动就永远不可能 动手吧 年轻人 你刚说 福祸无门 为人所照 这是左传里的话吧 你读过书 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在宁古塔 每个人都是没有过去的 在这里 公子王孙 盗匪毛贼 都是一样的 这儿有很多东西是书上 根本学不到的 什么东西啊 大雪封山的时候 怎么找实物 书上有吗 没有星星的夜里 如何辨别方向 书上有吗 在杀人犯 通奸犯 投毒犯中 如何游刃有余的生存 书上有吗 怎样用树林里的材料 做马车 怎样用矿石制造火药 怎样驯服猎马 怎样徒手捕捉 河里的鱿鱼 怎样面对凌辱而不为所动 怎样在没有生路的情况下 保持活下去的勇气 书上有吗 这些道理宁古塔有 宁古塔能教会你这些道理的 学会这些有什么用呢 活着又有什么用呢 不要荒废了这段苦难的日子 也许 他对你终生有益 我喜欢和每一个囚徒交谈 你会发现 到这来的每一个人 都有惊天动地的故事 你要去倾听 去了解 你会发现 这个世界跟你想象的完全不同 这才是真实的世界 你的意思是说 哪怕是再累再苦 也不要把这段日子荒废 对 珍惜每一天 我会帮你的 来 今天我先教你如何在一天内 把沟挖到对面的山头去 嗯 让我去 二 第二 秦 谢谢你照顾我 我知道阎萌爷已经在叫我了 你跟我讲了你的冤情 我现在也让你听听我的故事 我曾经在关东最大的小马队伍里做师爷 在放天 我们被官府的人一网打击 除了个别的被斩首 其余的都被流放到了这里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们都死了 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活着 我们有一些财宝 就埋在这山里边 现在我是唯一知道这财宝下落的人 我不行了 我这里有一张图 我现在把他给你 当你拿到他后 你就可以去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可是我怎么出去呢 来 Happy 没有人能活着出去 我这儿有一包药 我曾经也学过医术 这药是我偶然在山里发现的 人一旦喝了这药 就会很快失去知觉 眼眼一息就跟死了一样 我还要死了 你就把它喝了 当他们把你抬到高坡上 要是这一夜 你不被狼吃了 等这药性过后 你就要逃走的希望了 既然你有这药 你为什么不自己吃了这药逃出去呢 你不知道 这药一旦吃了 就一夜醒不过来了 我想 反正我也是活不了了 我也下不了这个决心 可是就算我吃了它也一样 有可能被狼吃了 有可能被狼吃了呀 哎 反正我是要死的人 你和我不一样 你还有铁而走险的机会 等你把这药一喝 他们把你抬到高坡上 要是这一夜 要是这一夜 你不被狼吃了 也许老天爷会同情你的冤情 他能帮你逃出去 他能帮你逃出去 记住 你逃出去以后 一定要给我好好地活着 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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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把这搭过去 好 快来 四沉四沉 是 这大老家而已 你快快去 你快 快点快来 哎呀 哎呀 这凌碧 哎呀 都留哪儿了 等这段 走走走 这儿真冷 哎呀 哎呀 行行行行行啊 走吧 这就为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登泰山 风禅 还有呢 还有 这要邀请一千个七旬的老人 摆桌长寿宴 与天下老人同乐 还有呢 还有 对了 朕告知内务府 让他们在京城燃放烟花爆竹 大街小巷 便挂红灯路 所有的戏班 连唱十天大戏 举国欢庆 吐天同乐 皇上 还有呢 还有 还有什么呀 皇上 您怎么忘了最重要的一条啊 哪一条啊 大赦天下 你不说朕给忘了 对对对大赦天下 天下犯人 凡事坐牢已满十年者 一律释放回家 不满十年者 刑期减半 未宅首的死囚 一律免死 皇上圣明 这才是金音德的大好事啊 我 救你 救我 旺 我 qué 可惜啊 皇上为何叹息 可惜什么呀 朕想 倘若靖开闻还活着 朕这回大赦天下 他便可回到京城了 他可是位大才子 当年他给朕化眉的情景 到现在 朕还历历在目啊 皇上 既然皇上如此惋惜 为什么当初 不放他一条生路呢 当初啊 江南正好有许多 汉家誓死 嚷嚷着 要反清复明 并且以文字 暗讽攻击我大清 故此 朕只能 拿靖开闻来开刀 正所谓 杀鸡给猴看 那靖开闻 就是那只 冤死的鸡啊 他可不冤 子言 当年的情景 你也清楚 就算前面的案子都是吴之鹏陷害他 可他的那块墨谋 分明是雍正二字去了头 用心何其毒也 没砍他的头 已经是朕法外开恩了 皇上 您有没有想过 这是别人的栽赃陷害呢 这桩案子 可是证据确凿 使朕亲眼莫夺 皇上 有的时候 是自己的眼睛 蒙蔽了自己 靖开闻他 子言 咱们就不要再提 靖开闻了好不好 就算他是冤枉的 现在谈论他又有何用 难道他能起死回生吗 子言 跟皇上说点高兴的事 靖开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好 皇上 您愿意听什么 奴婢跟您说 朕要上乘姚舜之风 善让帝威 皇上 圣明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你 杀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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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好了以后 就断给他喝 杀了你 杀了你 阿弥陀佛 罪过 罪过 去 拿戒绿刀来 师父 拿戒绿刀做什么 剔除烦恼根环榻真面目 拿刀端水 给施主敬面 是 师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